跟黄老猫画千千剪笔画 海洋之舟小企鹅 先画出企鹅的眼睛和黑色眼珠 在眼睛下方画出企鹅的嘴巴 接着嘴部向上画出一条弧线 是企鹅的脑袋 接着向下画出它的一只翅膀 企鹅有一个圆筒状的身体 看起来笨笨的很可爱 画好另一只翅膀和圆肚子 在它身体下方画两个三角形 是企鹅的脚 我想让它站在一块冰块上 我们先画出一个不规则的多边形 再画出相同角度的平行线 冰块就画好了 下来我们要用水彩笔上色了 你想给企鹅涂上什么颜色呢 试试吧 它可以是任何你喜欢的颜色哦 企鹅能在零下六十度的严寒中生活 它走路时摇摇摆摆 像是穿着燕尾服的绅士 可是当它遇到危险时 就会连滚带爬 特别笨拙狼狈 一旦企鹅进入水中 就会像鱼一样自由灵活 它短小的翅膀就是有力的滑脚 游泳的速度非常快 企鹅是典型的海鸟 它虽然不会飞 但是游泳的本领在鸟类中是超级高手呢 许多水鸟游泳是靠长泳服的双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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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前进 企鹅的脚虽然长有骨 却只用来当作控制方向的舵 前进的力量全靠那双船桨般的翅膀 在水中震翅飞翔 它们喜欢吃南极鳞虾 也喜欢捕食章鱼、乌贼和小鱼 你的企鹅画好了吗?